气越少 痰越多 分享一个忠诚药 气补足了 痰自然就没有了 经常看到有人提问 说崔医生我总感觉自己痰很多 怎么都吐不完 吃点化痰药吧有时候能好点 有时候呢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痰呀怎么就这么难化呢 那是因为啊你没弄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痰 痰多的时候呀 都是从肺来治 啊像是清肺化痰呀 滋阴润肺呀 啊因为痰呢是从肺出来的 但是痰的生成呢却不仅仅跟肺有关系 中医认为啊肺只是储存痰的一个容器 而根源在哪呢 在皮还有肾 痰的产生跟水液在体内的运行市场有关 水液进入人体之后 皮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 往上传输给肺 肺呢把这些精卫呀布散到全身 没用完的部分呢 由肾的气化功能进行二次利用 最后的糟粕呢 从膀胱排出体外 那你说呀 这跟气有什么关系呢 这整个循环过程呀 它是要有个动力 啊这个 推动的力量呢 就是气 如果气虚了 整个水液代谢过程 就没有动力了 就容易 出现水液停滞在体内 生湿生痰的情况 这种人呢 除了有痰 平时啊 还是 总是容易啊 疲惫 稍微干点啥呢 就累的不行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补气了 气补足了以后呀 正常推动水液代谢运行 痰自然就没有了 那么有一个中程药呀 叫做六君子丸 原方的是六君子汤 方中呀 六味药 人参白竹 茯苓干草 陈皮和半夏 那么前四味药呢 是补气明方 四君子汤的组成 而陈皮半夏呢 又有造湿化痰的作用 简单六味药 即化了已经形成的痰 同时补气 避免痰的再生 可以说是标本兼顾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啊 涉及用药 一定要谨慎 像有的人呢 还夹杂了热血 这时候呢 就需要清热 光补气啊 就不行了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用药 不建议擅自用药 不建议擅自用药 感谢观看